哈囉大家好我是丁丁 今天這支影片來講到 韓版天堂M5月22號的重點更新內容 第一個重點就是大師副本BOSS戰 新增了嗜血BUFF的活動 那這個嗜血BUFF的出現條件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在BOSS戰附近 如果有玩家進行PVP的時候 玩家如果在嗜血狀態下被騎殺 你的死亡懲罰就會增加 第二個條件就是當炎魔跟火焰之影 進入第二階段覺醒狀態的時候 他頭頂會出現一個嗜血的BUFF 這個BUFF會有一到三階不同的圖案 每個階級會提高他的物品掉落率 第二個重點就是新增了兩個超強的神話裝備 炎魔的血腥頭盔和炎魔的血腥斗篷 這兩個裝備安定值都是0 然後他的套裝能力在上一支影片我提到是錯誤的 這邊更新一下 他的能力為全能力加2還有暈命加15% 再來第三個重點內容就是我認為這次最誇張的更新了 二階級武阿麗絲系列武器 在這次更新新增了經驗值加30% 火屬性傷害加10的能力值 而且他的魔法賦予每一層會額外多5%的經驗加成 再來就是他的技能 原本是2%發動流星雨 更新之後變成5%發動古代流星雨 這個改動我覺得實在是太誇張了 根本是練功級的神裝啊 課長想要充93級的必備這把武器 另外兩個更新就是官方前面有提到的 第一個是槍手的技能會同步套用武器的穿透效果 第二個是在多人團戰上面他的技能特效又再度優化了 以上就是這次更新的幾個重點內容 這支影片希望你們會喜歡 我們下支影片再會 大家掰掰